嗨,大家好,我是MG 最近在游戏社区里有一种声音呼声比较高 说是男性向游戏要崛起了 那么今天晚上MG就来聊聊 我对这种说法的个人观点 那么聊这个话题并不是我说我自己想聊 他的这个影子是在前天晚上 有一个水友突然问我说 MG,你知不知道今天晚上 这个晨白禁区的节奏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完全看不懂的呢 然后他也问我说 MG,你看这个带节奏先家军他们怎么全部被封了 这又是怎么样一回事 那么首先我就来回答一下 咱们这个水友的付费提问 那么首先先家军被封这个事是个既定的事 在这周二,苍老师请我吃饭的时候就聊到这个事了 那么这个事我本来是写了一大段和大家解释的 但后来删删剪剪 我发现再怎么删都不是太适合和大家聊 但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明天4月15日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些公开信息的 那么到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得到 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UP主 应该是一些小体量的UP主 会去聊这个事 然后到时候大家感兴趣的话去看一下就行了 MG呢就不去详细的解释了 只能和大家说和这个尘埋境区没有任何的关系 完全是刚好在时间上有个巧合 一个游戏厂商是没有这个必要 也没有这个能量 说一下子把这些人全部无条件的一个全部清场的 他是做不到的 一般来说的话 游戏厂商要去做一些舆论上的反制也好 社管也好 那他也是要走流程的 首先第一步就是给平台投诉 然后平台再来说这个红标警告 如果红标警告也不能遏制住的话 那么再进一步的说 由这个公司 然后去发这个律师函 然后走法律的程序去起诉 他是不能说 好在那一瞬间 在没有任何的这个警告和预示的情况下 就大面积的这个无差别的这个删帖和封号 他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然后有一些这个侥幸逃过一劫的这个仙家军 就在那边带节奏说 这都是什么成白禁区 都是西山区 甚至说什么麻辣人 都是什么这个雷军 甚至跟李府说什么境外势力 美国干的好事 这看的实在是太无语了 当然也很符合这个我对仙家军这个群体 他这个智力表现情况的这个刻板印象 真的是完美的跳过了这一个真正能够封他号的这样一个枕 这个也是认知配得上他的苦难了 不能详细的说太多 只能说两点 第一点来说 这个封白禁区并没有什么真实的节奏 就是这些魔阵小团体 仙家军在带这个乱七八八节奏 然后仙家军被封的这个事 是刚好在时间上有个巧合 和这个西山区 陈白禁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那么回答完咱们这个所有的付费提问以后 我们来切入今天的正题 聊聊这个所谓的男性向游戏崛起 这样一个论点 首先来说的话 这个男性向游戏 目前提出这样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比较虚的一个概念 是由近来一系列的节奏 最后堆积出来的一种 公约术的一个声音 它是比较模糊的 不太确定的一个概念 它是一种虚构的一种叙事 主要来说是对标的女性向 或者更狭义点说 女性向当中的乙游 这样一个品类的一个镜像复制品 但实际上它又不诠释 它更多的就是一种 对这种传统的这种 媚宅后宫像游戏的一种 复古的一种呼唤 它不真说要去玩这种 和已游完全对标的这种 男性向恋爱游戏 男性向恋爱游戏 国内也是有的 就是起点时代 但起点时代这块的话 我看好像并不是说 它的玩家是中和这种 所谓的什么麻辣人 或者说现在这些 比较焦躁这些因色 一些宅男群体 有很大的重叠 起点时代目前的玩家的话 我看还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来说这个游戏 它这个流水维持住 也是靠这个PVP里面 一些克劳在维持 就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乙游 就是说不管这些 男性的一些二游玩家 他持怎样的一个 情感立场去看待乙游 但总的来说 他们都通过今年的 两款新乙游 它这个非常成功的流水 就物理看花 认为说 这个女性向游戏 这个乙游 它的这个流水 是非常成功的 然后它背靠 这个女性的游戏消费市场 这个消费力 是非常强大的 这种观点 它实际上是一种 物理看花的观测错觉 像MG自己的话 就是玩乙游的 然后MG以前 是完全不关注 游戏流水的 是玩乙游以后 才开始关心游戏流水的 为什么会关心游戏流水呢 就是因为 玩的这些乙游 它总是会死掉 所以说 这个有点不敢去 课金和续约卡 所以说每次 想去课金续约卡的时候 都要看一下 当期的这个卡池流水怎么样 如果流水还可以的话 就放心的再续一续 如果流水快要死的话 哪怕自己很想续 那还想要算了吧 毕竟没准 可能过一两个月 就要这个停止更新了 然后再进一步 就要官府了 所以说就不敢去说 轻易的去消费 你像今年的什么世界之外 还有这个炼雨升空 它的这个成功呢 完全是这个乙游市场的 一个马太效应的一个表现 他们两个是成功了 但是背后呢 是大量其他同质化的乙游 陈皮陈皮的这个失血 和排队死亡 这个乙游的市场 其实真正说 有一个上升的这个趋势 还要追溯到可能18年到2020年 这样一个情况了 那还是在这个 这个疫情之前的这个时候 那时候是有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发展 但是后疫情时代的话 以跌址为例的话 其实整体的这个营收 前两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这个跌址 前两年的话是裁了很多人 然后的话也close掉了很多的项目 像MG非常期待的那个摆面签项吧 这个项目就一直没有下文啊 我估计可能就要和这个逆光 逆光前入 还是逆光前行 那个游戏一样 最终还是要close掉 所以说整体来说 乙游的市场并不是说像很多这种 没有玩过乙游的这些男性玩家 想的那样说那么的繁荣啊 在游戏市场上 男性还是绝对的这个消费的主力啊 而不是像很多人这观测错觉 想的那样女性的这个消费更强啊 只是来说啊 这个男性的这个消费呢 它是比较的宽泛的啊 并不是说集中在这种 所谓的这种情感啊 或者说一些软色情的这些消费需求上 在一个这个富权社会里面啊 自然是男性垄断着绝大多数的这个社会的权利与资源 那么从上到下啊 首先呢是这个垄断阶层 垄断阶层啊 因为他的这个从小到大这个生活习惯啊 以及在基于他这样一个垄断地位 他平时的这个从小到大这个娱乐方式啊 还有他的个人的一些偏好啊 还有他的年龄层段啊 还有他的这个社交需求 种种方面的原因啊 导致他啊 实际上大部分人呢 是对这种游戏是不太感兴趣的啊 当然有少数个例啊 某个人呢就非常的喜欢王者荣耀 但是呢 他单说在这个游戏上面消费 基本上和普通人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因为这个游戏说到底 相对于这个现实世界来说 还是太过于公平了 哪怕他这个不断的课金 也总有一个上限啊 所以说其实哪怕是垄断阶层 他在这个游戏上面有所投入的话 也不会显得说特别夸张 能展现他这个在现实当中 对于这个权利 与这个物质的这种绝对的垄断的这种地位啊 那么在垄断阶层 往下呢 是这个社会的这个富裕阶层 也就是所谓的有钱人啊 有钱的老板啊 一些这个高收入人群等等 那么这个阶层呢 他在游戏上面的偏好啊 主要还是集中在 像什么MMO网游啊 SLG国战游戏 这些游戏上面啊 有钱人呢 他虽然有钱啊 但是他没有权啊 那么在现实当中啊 试图说在这个财富已经积累到头以后 想去争一争这个权利的人呢 无外乎是去了秦城或者去了新加坡 那么剩下没有这个野心的人呢 那基本上就在这些虚拟的游戏当中 过过这个权利瘾了啊 因为在这种MMO游戏啊 还有SLG国战游戏里面啊 你可以豪制千金 花钱买来这个尊重 花钱买来这个地位 你可以去搞一个这个工会啊 盟会啊 然后去豪制千金 然后的话带一帮子这个小弟去南征北战啊 这样子的话 能够满足一种虚拟的这种权利益 过过这个权利瘾啊 这是这个富裕阶层 他在这个游戏上的这个偏好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劳工与中产阶层了 那么这个阶层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平民了 实际上平民的这个消费需求 这块的话就五花八门了啊 一方面呢 就是说根据自己的爱好 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自己喜欢玩枪车球呢 就去玩枪车球了 自己喜欢玩RPG游戏 就去玩RPG游戏了 喜欢路啊路 喜欢多塔 喜欢这个那个的 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 就去玩了嘛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社交的需求啊 那社交需求呢 你像老一辈的玩这个魔术世界啊 然后呢 在这个中生代啊 去玩什么卧三啊 什么刀塔呀 再往下一代 这个90后95后啊 玩这个路啊路啊什么的 然后再再往下一点的话 就玩这个王者荣耀啊 这些游戏除了自己爱玩以外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社交的一个需要啊 那么讲来讲去你会发现 就是说绝大多数男性玩家 无论他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地位和阶层所属啊 他实际上他在游戏方面这个首要的这个诉求呢 和这个什么情感呀 还有这个呃软色情啊 这方面的需求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啊 可能他在这个情感啊和软色情方面也有需求 但不会说成为他在游戏方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诉求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呃男性 尤其是在一个父权社会下面 他在这个现实当中啊 能够更加轻易的去找寻到啊 他自己能够去就是说消费能力适配的这样一个情感需求啊 生理需求的一个出口啊 啊 你就不说这个呃 这个富裕阶层啊 垄断阶层 他们对于这个呃 性资源的垄断也好 挥霍也好 你就说这个常见的这个平民吧 那你像普通的这个呃 上班族呀 工程师呀 中产呀 什么的 这个下了班 然后周末啊 去洗个脚啊 这个按个摸啊 放松一下啊 都是在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啊 反而说啊 如果说你做一个大男人 对吧 没有这块的这个诉求 尤其是未婚的情况下 没有这块诉求 反而是异类啊 比如说像MG就是这样的啊 有一次这个呃 公司里面啊 这个项目阶段性的解款了 大领导啊 就带着我们出去吃饭啊 吃完饭以后啊 就说哎 要不晚上 对吧 请大家去洗个脚啊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就MG说 MG不去了啊 然后他说 哎 MG你这个平时也 也不谈恋爱 也不找个找个伴儿 对吧 然后洗脚也不去 对吧 你你这怎么回事啊 然后MG直接 对吧 脱口而出 MG说 MG对女人不感兴趣 然后这个大领导就说 嘘 你小声点 别让别人听见了啊 你你你这什么情况 然后MG说 哎 这个MG不是不喜欢女人 就代表MG喜欢男人 MG呢 是喜欢写代码啊 所以说你可以看出来 在现实当中啊 就是说你像MG这样 对吧 不去有这个 对吧 这这块这个生理啊 或者情感方面 这个诉求消费的人 反而是异类啊 甚至往往就被默认是 对吧 这个我们打个双引号 就是有问题的人啊 对吧 或者说男童 对吧 就这样一个情况了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 其实大多数的这个 有收入的这样一个男性呢 他往往可以在现实当中 很轻易的找寻到 他这个情感也好 生理也好的 各种各样的 这个需求的一个出口 犯不着说 非要在这个游戏上面 去找这样一个出口 而且哪怕说 这个不在这个现实当中 去找出口 他在网上对吧 找一点这个爱情动作片啊 找一些这个资源 看看东西 或者说对吧 去调戏调戏这个VTuber啊 啥的 这些这个渠道 实在是太过于丰富了 所以说呢 他也犯不着 非要在这个 能够过审的这些 所谓的二游上面啊 去找一些这个 软色情的擦边的 或者说这个后攻击卡 来满足自己的 这样一块的需求啊 这个属于说 小众中的小众了 没有像现在这个 社区声音那么大啊 那么为什么说 女性玩家可能在这方面 可能表现的相对来说 更热忱一些 那这还是因为这个 社会的这个风俗习惯 还有这种道德审视下的压力 导致的一个结果啊 女性来说 普遍的在现实当中啊 更难去接触到 可以去消费的这样一些 直接的一些 对吧 这个感情也好啊 这个生理也好的 这些消费需求的出口啊 比较难以找寻这样的一些资源 同时来说的话 这个因为这种道德审视啊 还有这种社会的一种压力啊 对吧 哪怕有这样一些资源啊 这个女性去进行消费的话 也会承受很大的这个压力啊 尤其比较大的对比呢 就是说 对于有确定的这个 婚姻恋关系的这个人来说的话 你像男性的话啊 这个出去什么 对吧 这个洗个澡啊 这个按个摸啊啥的 对吧 这个其实都不觉得自己是 好像有这个婚外的这个心情维啊 啥的就觉得跟吃饭一样的啊 就就很很很常规的一件事情 对吧 对于男性来说的话 在妇权社会这种行为就是 对吧 实色性也啊 非常的稀从平常 但是对于女孩子来说的话 一旦有这种关系以外的这样一些 这种性的关系的话 那基本上要承担着非常大的这个 两性关系的风险 以及一些道德审视的压力 然后再到家庭关系上 一般男性出轨的话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指责 但真的要说上升到一些这种 涉及到一些财产啊 各方面的一些矛盾的时候 基本上来说 整体的家庭啊 各方面还是会偏向于男方为主的啊 然后的话 女性的话 一般说遭遇婚内出轨啊 什么东西 其实是非常被动的 那有些人还来问MG说 说你怎么看来说 现在这个社会上什么法律啊 或者说这个社会声音更加偏袒 这个女方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 这是属于是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然后这个自己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经历吧 我觉得其实女孩子来说 在一个父亲社会下 其实相对于男性来说 要受到更多的这样一个压力的 这才是一个事实 然后因为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压力啊 所以说 女性呢 往往会把自己一些 无法被满足的一些感情啊 或者身体上的需求呢 就投射到一些相对软和的一些这种 虚拟的一些消费文化消费上面 比如说什么流行偶像呀 什么影视剧啊 还有一些这个小说呀 广播剧啊 也包括一些所谓的理由上面啊 所以说可能女性可能在这方面会表现的更加热忱一些 而男性在父亲社会当中啊 毕竟是承担更少的这种道德上的压力啊 所以说只要你有一定的资源 总能找到匹配你这个消费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出口啊 然后你说剩下来这些 非要通过这些这个能过程的游戏啊 然后去寻找一种宣泄的这种出口的人 那真的是少之又少啊 而且的话 你都这个消费能力这个有限到这种程度了 你说你有多大的这个市场的这种价值呢 对吧 虽然这个社区上的这个声音好像很小 但你说他真正的这个市场消费能力又有多少呢 有钱他都出去对吧 玩别的了 我们俗话说对吧 穷玩车 富玩表 傻屁玩机器啊 你都玩机器了 然后你说玩游戏里面对吧 这个有钱的男人都玩这个MMO 玩这个SLG 然后其他人呢 就正常各取所需玩一些强车球 玩一些一般像游戏 偶尔也玩玩这个二次元游戏怎么怎么样 也没有说非要在这上面有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急切的这种需求啊 对吧 所以说 就剩下来那一些极少数的这种消费能力极低的一些人了 我觉得这个市场你要说他是男性向游戏崛起的话 首先就不准确啊 因为男性这个概念太大了 只能说是少数的这个INCELL啊 少数的这个宅男啊 他有一些这种比较大呼声 然后他们需求的也不是说叫男性向游戏 也不是什么所谓的麻辣游戏 可能就是希望有一些厂商能够做一些复古的这种魅宅游戏啊 但是魅宅游戏说实话呢 在目前来说这个市场的这个前景并不是很乐观 第一个也说了嘛 这个宅男群体的话 他这个消费能力是很有限的 然后再其次来说就是这个内容审查的问题 对吧 就限制的还是比较大的 他想魅也魅不起来啊 不然谁会去做这个硬核不魅宅的东西呢 对吧 肯定是这种最简单直接刺激更好赚钱嘛 还不是因为这个环境不那么允许说去做这些这种比较赤裸的一些内容嘛 然后呢 就是从这个市场的这个过往的这个表现来说 你像这两年对吧 呼声比较高的一些所谓的魅宅的游戏 像什么去年的千年之旅啊 还有今年的这个交错战线啊 出来的时候都是呼声很高 但慢慢的话就归于成绩了 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吊着半口气啊 随时死亡了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像这个少前啊对吧 虽然备受诟病 本质上应该也来说也要魅宅的 但是最后呢 没有魅起来 甚至魅爆掉 但是对吧 现在处于一个死了 但没有完全死的一个状态 他这个死还没有完全死的这个状态下的流水呢 实际上比很多这个所谓口碑很高的这个麻辣神游啊 还是要高的啊 所以说这种魅宅市场的话 我觉得这个这种潜能是非常有限的啊 然后现在这种说男性向游戏崛起这种呼声呢 我觉得也只是一种情感的发泄吧 并不能成为一种说现实的一种趋势 而且的话对MG来说 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好辩论和讨论的这种空间 因为MG自己呢就是一个up主 我聊的东西是非常广的 除了游戏以外啊 很多领域我都会去聊 然后游戏里面的话 也是各种游戏都会去涉猎 涉猎以后也会做相关的内容 所以说关注MG的人里面啊 是非常的杂的啊 然后大家的这个各种标签上面的分布啊 也是非常的广泛 那么MG呢是不搞流量的 主要是这个付费订阅的嘛 那么到底是哪些人群会给MG付费订阅 然后他付费订阅的这个 这个周期比较的稳定比较的长 然后订阅的这个额度比较的高 那MG肯定是看了一清二楚啊 没有必要说 你像说在这个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其他的地方评论区啊 各类都在那边精神胜利 都都吹自己多有钱多有势力啊 这个玩虚的 MG这里后台看了一清二楚啊 MG只能说 像这种所谓的这种什么麻辣人啊 这个音色啊 这个宅男群体啊 至少这些人的话 给MG的这个付费啊 基本上是没有付费的 就不仅没有付费的话 而且事儿还必多啊 有的时候还动不动要给MG搞些这个莫名其妙节奏出来 所以这些人的话 至少对MG来说的话都是避之不及啊 卧槽 这个我求你别关注啊 这个这个这个求你别关注的这样状态啊 所以说我个人对这个所谓的这种目前这种宅男群体啊 因色尔群体啊 包括这个目前呼声比较大的这种所谓的这种 魅宅复古的这种数据啊 我觉得看的还是比较的悲观的 我不太认为他最终能够成为一种一种市场上的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吧 就是大概这样一个情况啊 今天呢就聊到这里 大家再见